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是这道汤的明星 在泰国 东因公汤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文化象征 它代表了泰国人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和对味道层次的讲究 每一口汤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 酸酸的清明汁 辣辣的红辣椒 鲜美的虾肉 浇织成一幅美味的画卷 当然 东因公汤也有其独特的社交功能 在泰国 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时 常常会点上一锅东因公汤 大家围坐在一起 边吃边聊 分享生活的点滴 可以说 东因公汤不仅温暖了胃 也温暖了心 最后 作为一位教授 我常常提醒我的学生 尝试东因公汤时 别忘了带上你的幽默感 因为 在那酸辣的汤底下 隐藏着的是泰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食的执着 下次 你在曼谷的街头 看到一碗热气腾腾的东因公汤时 记得微笑着说 这可是我与泰国文化的一次亲密接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 丰富馅料的街头美味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 或称为Toco 可谓是街头美味的代表 简直是美食界的万金油 无论你是饕餘之徒 还是只想简单填饱肚子 玉米饼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想象一下 走在墨西哥城的街头 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的气息 摊贩们热情地招呼着你 手中捧着刚刚出炉的玉米饼 简直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首先 玉米饼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玛雅文明 那个时候 玉米是他们的主食 几乎可以说是古代的快餐 而如今 玉米饼的丰富馅料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从经典的牛肉 鸡肉 到素食的豆类 饿力 甚至还有一些创意十足的组合 比如巧克力和辣椒的搭配 简直是让人惊叹的美式科学实验 有趣的是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 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还承载着文化和社交的意义 在街头探饭旁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分享着各自的美味 讨论着生活的琐事 甚至是政治实事 可以说 玉米饼是连接人们的社交交水 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当然 吃玉米饼也有一些潜规则 比如 吃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让馅料掉落在地上 那可是对玉米饼的不尊重 而且 吃完后 别忘了用手指沾沾嘴角 仿佛在说 这才是我真正的美食体验 总之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 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了一丝温暖和快乐 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去墨西哥城 记得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些街头美味 或许你会发现 生活就像一块玉米饼 外表简单 却包裹着无尽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香气扑鼻的土耳其风味 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或许是土耳其美食中 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之一 想象一下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 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和炭火的味道 仿佛每一个转角都在邀请你品尝 那令人垂涎的美味 烤肉串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承载着历史 传统和人们的热情 首先 烤肉串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奥斯曼帝国时期 那时 烤肉串被视为贵族的美食 只有在盛大的宴会上才能品尝到 如今 虽然我们不再需要穿着华丽的服装 去参加宴会 但在街头小摊上 依然可以享受到这种美味 想想看 谁能拒绝在热气腾腾的烤肉前 手握一串 嘴里咬着 心里想着我就是贵族呢 土耳其的烤肉串种类繁多 最常见的有 凯巴布 Kabab 和多尔玛 Donner 凯巴布通常是用羊肉 牛肉或鸡肉制成 经过腌制后串 在铁签上 放在炭火上烤制 外焦里嫩 香气四溢 而多尔玛 则是将肉和香料 包裹在薄薄的面饼中 旋转着烤制 吃上一口 简直让人想要在街头跳舞 当然 烤肉串的魅力 不仅在于肉本身 配菜也是不可或缺的 新鲜的沙拉 酸奶酱 甚至是香脆的皮塔饼 都是烤肉串的绝佳伴侣 想象一下 咬一口烤肉串 再来一口酸奶酱 简直是味蕾的狂欢 这就像是土耳其的音乐 节奏感十足 令人陶醉 在伊斯坦布尔 烤肉串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社交活动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分享美食 谈天说地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有人甚至说 烤肉串的香气 是最好的催化剂 能让陌生人变成朋友 甚至是恋人 想象一下 两个陌生人在烤肉摊前 相识一笑 手中各自拿着一串 瞬间就能感受到 那种我们都是烤肉爱好者的默契 总之 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是历史的见证 是文化的传承 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 下次当你在街头 看到那炭火烤制的美味时 不妨停下脚步 享受这一份 来自土耳其的热情与温暖 毕竟 生活就像一串烤肉 外表可能焦黄 但内心却要保持鲜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们一起走过了曼谷的东因公汤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 和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每一道美食都在诉说着 它们背后的故事与文化 东因公汤用酸辣鲜香 挑战你的味蕾 玉米饼则是街头美味的代表 烤肉串则将历史与热情 融于一串香气之中 在这个美食之旅中 我们不仅品尝到了各国的特色风味 还感受到了 食物所承载的文化与情感 美食不单是填饱肚子 它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带我们走进不同的生活方式 和社交场景 当然 作为一位教授 我想说 这些美食 就像我们的生活 外表简单 却充满了惊喜和深度 下次当你在街头 想用这些美味时 不妨停下来 想想他们的历史 和与你分享的朋友们 一起享受这一刻的美好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最喜欢哪一道美食 或者有什么美食的故事 想与我们分享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哦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